Hello大家好,我是露露,欢迎来到本期的骑士砍车 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SUV有一个比较奇妙的现象 就是说越野SUV它开始强调它的公路属性 然后城市SUV它又在强调它的性能 这怎么看你们俩好像有点双向奔赴的意思 不过我也能够理解嘛 毕竟这也是想要做到最全能的那一个 那么我觉得你想做到最全能的技术 肯定是通往这条路的唯一途径嘛 那今年上半年呢,哈佛也是推出了骁龙MAX 那它也是凭借着长城全新的HIFO智能四驱电魂系统 今天呢刚好也拿到这款车 走吧,带大家来看一看 那我跟这辆车呢也是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CSTM探电的时候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SALOMAX它会比骁龙更具时尚感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体式的前格杉 内部是用到这种激光元素做点缀嘛 然后也是采用到这种巡列阴眼的大灯组 其实还是比较犀利的 但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日行灯在点亮之后呢 就有一点瞇瞇眼的感觉了 哎突然感觉又没有那么骁龙了 来到车的侧面 因为这个SALOMAX它这种方方正正的造型 会让我觉得像是一个老大哥站在我旁边的感觉 然后看到它的轮胎是采用到了紧胡的轮胎 然后是19英寸 并且是采用到这种五幅式的轮毂造型 然后再看到它车顶上方比较平直的线条 再搭配上它下方的这个线条设计 会让我觉得它会透露出这种沉稳又时尚的感觉 车尾的设计而言的话 我觉得相较于它的前列来说还是比较保守了 那它这种扁平的设计 还是有效的去拉宽了它横向的视觉宽度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进到它的车里去看一看吧 做到车里呢 首先这辆车它的一个米白配色 加上这种黑色的一个颜色去调配的话 会给到我这种比较简约高级 然后且有质感的 当然它这种质感不是说它的颜色带给我们的 也是因为它的一个材质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座椅 也还有门板还有方向盘 这些位置我们所能触碰到的地方 它都是皮质包裹的 所以也是增强了我们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舒适性 再说到它的一个配置方面 因为我们也连这三块12.3英寸的大连屏 我觉得感官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采用这种三连屏设计布局 实际体验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个人认为中间黑框过大 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气 但是在高通骁龙815芯片的加持下 全新一代Coffee OS智能座商系统 不仅操作流畅更佳 那也是支持到了地图导航 云交互天气查询等等 丰富的功能配置 那我觉得比较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这个地方 它有这种角度的设计 然后下方也是会配备到这种散热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设计 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这个中控屏幕跟这个副驾娱乐屏 它的这个蓝牙是可以分开连接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我主驾想要听点快歌 你副驾想要听点慢歌 那么这个时候该听谁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们自己想吧 然后再来说到它的一个储物空间表现吧 首先就是它下方有做一个掏空 然后它的两个水壁架也是得以配备的 并且它的这个扶手箱的一个深度表现来说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 它前排的一个储物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现在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它后排的一个乘坐空间表现吧 那我们做到后排之后呢 其实我刚刚也有说过 因为得益于它这种头顶上方平直的线条设计 所以会让我们的头部空间 显得很宽裕 那你们从镜头也是能够看出来的 然后再来接着说到它的一个后排配置方面 没有那个空桥操作区 但是它有着两个空桥出风口 然后会有一个USB和一个Type-C的一个接口 再来的就是它的一个座椅方面 其实这个座椅它会采用这种环抱式的一个座上设计 然后我刚刚也是做过中间这一排 因为有的座椅它采用这种环抱式的设计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呢会凸起来一点 但是呢这个位置它并没有它中间的这个填充还是很足够的 所以我坐在这上面的话 没有坐在其他一些车型上那么的拘束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加上它后排座椅也是支持到 放倒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女孩子来说 它需要得到一个腰部的一个衬托 然后远程驾驶的时候也会更舒适一些吧 再来说到它的这个腿部这儿 如果我把腿部往前伸一点 那么我的膝盖位置就能够去接触到它的这个座椅了 然后如果抬起来一点的话 它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衬托到的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了 那总体它的一个乘坐空间表现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把这辆车开起来 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驾驶 还有它的一个动力表现吧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台车给开起来了 然后SeloMax呢 它也是首次搭载长城最新的海福电磁区系统 综合功率是205千瓦 综合扭矩是585牛米 虽然说这辆车是一台中型SUV 但是给我整体的感觉就是它没有很重 就是软硬适中 所以我开起来的话还是比较舒适的 那么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6.8秒 这样我们要去涉及到一些超车呀 或者便道呀之类的 它也能够给到你一个很积极的响应 那么它的NEDC纯电续航里程是105公里 这也满足了我们在城市的一个日常通勤 然后WLTC快电油耗低至100公里5.5升 那其实呢 这辆车它带来了一些很不错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像ACC自信巡航 L2级驾驶辅助 好像我们今天拿到的这辆车是四驱智能旗舰版 它也会为我们配备到HUD抬头显示 那也更好的丰富了我们的一个驾驶体验 这样子我们把这辆车开到高速上的话 也能够很好的去减轻我们驾驶员的一些疲劳感 所以总体体验下来的话 这辆车还是可以给到一个好评的 现在呢我也是体验完 其实我们要拿这辆SALO MAX和SOM PLUS 去进行一个对比的话 它的一个差异就是在电动四驱 还有它的一个通过性能上面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这辆车它的一个售价是15.98到17.98万元 那它能够给到你的就是一个不错的空间表现 还有它的一个乘坐舒适性 以及它的科技化配置都还是满满荡荡的 那么总体看下来的话 你觉得这辆SALO MAX会不会成为你的首选呢 咱们评论器见吧